燃光 冰光 梅娃 平 knew 这块饼吧 可是我在苏联流学的时候用的 都用出感情了 马上就好了空洞 马上就好了空洞 就差点了 查这一个兵了 有什么事啊 别着急 欲速不打 只要能当支援军去朝鲜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魏总 昨天会议还接着开吗 当然要开 爱莺这个娃娃 是为了抗美人潮 这个伟大的事业 牺牲她 给重阳的电纹 都拟好了 这孩子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我必须在第一时间 向重阳军委回报 灯花 这是我这辈子 写的最艰难的电报 军委禀高岗 赫金年 军委禀高岗 赫金年 我们今日七时 已转入防空洞 马银英同三个参谋在房子内 十一时 敌击四驾经过时 他们四人一撤出 敌击过后 他们四人返回屋内 不料 不料 又来低级四驾 投下近百枚燃烧弹 命中防务 当时有两名参谋 跑出 但 莫安英即高绿新 未及跑出 不兴神忙 其他无损失 至死 二十五日 是六时 去吧 去吧 把大家都叫来吧 大战这即将开始 这也是最重要的事 他们一直在等着 他们都知道了 瞒不住了 那也要保密啊 把这封电报 交给情报处长 让他亲自发出去 解密 是 自发出去 再闹个人 有什么东西 可 我 不得了 人家 找到我 不得了 志愿君的孩子 叔叔没有照顾好你 叔叔对不住你 叔叔啊 永远会记着你 大家 也都不会忘了你的 这个包子 也都不会忘了 我也想要我 我爱你 可爱你 直到来 等部司令 遣险祭奠 彤彤 彤彤 我们的六个军 都已经牵扰了千人阵地 随时刻意发起总共 给我狠狠的答案 一九五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夜 我第三十八军 第四十二军和第四十军 成敌立足慰稳 首先对德川宁远地区 之南朝鲜第七 第八两师发起进攻 西县志愿军六个军 在二百公里宽的战线上 同时对敌发起进攻 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 正式打响 艾英同志遗体 我已既埋在当地 以制司 或志愿军司令员名义堪背 说明其自愿参军和牺牲经过 不愧为毛泽东的儿子 与其同时牺牲的另一参谋 高瑞心和埋一处 四次对中朝人民教育意义交好 不愧为毛泽东 不愧为毛泽东 主席 恩来啊 彭老总那儿有没有好消息啊 第二次战役打响了吗 战况怎么样 主席 你 你的感冒越来越严重了 你要保重啊 恩来啊 不就是个感冒吧 你怎么了 我没事 我没事 按计划 西县战役半小时前 应该开始了 前方的情况很快就会有报告 战过 用不着着急 烦 也要一口一口的吃满 对头 我就是太期待了 我们不用催 让老鹏放开手脚打就是了 是 主席 有个失 怎么了 主席 你 你要多保重啊 要少抽烟 知道了 就这事啊 那你们哪 一个一个就爱管着我 嗯 孙秘书 请您 接一下少启东之河 朱老总 请他们立刻过来一下 我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商量 嗯 嗯 好的 好 不 快 快 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